北農事件 這個我想是將來 這個是台灣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韓國瑜本來在那裡就好好的 第一點 你們就是真的搶了菜灘丟了天下 後來這2018的故事 我也請韓國瑜到台北市政府來說 算了,不要跟他們吵了 我就給你一個有幾支市政顧問 太高高興興,我連辦公室都幫他準備好了 是你們新潮流都不行了 當然是這樣,韓國瑜那種的人 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有意氣的人 他說算了,我不要製造你的困擾 人家就走了 但後面那個故事就 這個台灣實在是充滿了驚奇 所以這個韓國瑜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 北農,當年就是新潮流,一定要搶這個位置 你去問那個段儀康,他塞了幾個人給我 一開始我說你們至少要弄個專業的來嘛 然後就換換換到說這個可以扯上邊 還有一點啦,當時他是強迫我們一定要接受的 不然那個跟董事長綁在一起,他們就投票不同意 所以當時是董事長跟總經理綁在一起投票的 沒有啦,我跟你講我不想在這個地方再提那些歷史事件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台灣的政治會繼續往前進 國營事業,或是說這些叫政府的這些事業 為什麼今天已經輪到不是政治酬庸 那就是那一種 怎麼說,把他當作一個 好像控制北農,就可以控制全台灣的農產品價格 就會對各農會產生影響 所以把它當作一個位置在搶 我當時想到說這個有沒有專業,我只要求你比較專業,這樣這樣 算啦,我不想在這個地方再去談那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我希望說台灣永遠往前進步 還是那一句話,心漂流不倒,台灣不好 另外想問一下就有關於北農的事情 大家會覺得說北農最近有這個人事命令權 那這個農委會是拿不到人事命令權 所以就見銷,就是變小變熟體的那種感覺嗎 因為經理人事難產,而且曾經中還是二人心告狀 說台北市政府選舉,董事是想要贏者選哪 是不是很棒的 我覺得北農的人事,大家可以看到 簡直是農委會赤裸裸的去上演 用權力來干涉公司自理 那麼其實所有的公司都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上市櫃公司,他們有金雲泉之爭 但是當他的董事席次出來,那麼本來就是尊重多數的董事的決定 結果農委會竟然稱自己身為主管機關 擀派轎,在這個時候幾乎就是把他整個是賴皮的方式就直接退出了 那你当然会直接影响北农公司 他的董事长总经理 甚至未来的经理人经理人的一个布局 那么怎么会一个主管机关 求援兼裁判到这种地步 你自己拿不到这个董事席次的信任 其实过去为什么在台北市跟总委会之间 他们在董事长跟总经理可以做一个分配 那主要也是你农委会要拿到一定的董事的支持 其实现在可以看出来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为什么农委会没有办法掌握这些席次 就是你陈吉仲跟农委会得不配位 那其他的董事根本不幸福你 所以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些董事 支持你总经理的人选 陈吉仲你自己应该回去好好检讨自己一下 得不配位早就应该下台 现在还好意思你是小孩子吗 在北农要糖吃要的这么难看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农业环境 基本上不禁反退 不但缺蛋缺肉 我先水果滞销 当台东县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去辅导的时候 他还说台东县政府配合同战 那旁边的屏东县政府来问一问说要怎么做的时候 他还不准人家这样做 过去七年半来 我们已经养成一个农业恶霸 这个农业恶霸就是陈吉仲 不但相关的资源通通要掌握在手里 农业部的升格他掉了一滴眼泪 过去七年当农民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何尝掉过一滴眼泪呢 他只为自己的升官喜极而泣 当昨天的北农的民股群起起来 反抗这个农业恶霸的时候 他还把自己的董事人叫出去 企图来做流会 来杯葛这样的人士 我们希望陈吉仲你放手吧 我们希望监察院去查一查 过去七年半 民进党政府养成这个农业恶霸 到底是夺无能 当农民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会大撒币 只会大撒币 用钱去买通 用钱去堵住大家的嘴 这样的农业是太惨 台湾的农业发展 我们希望监察院 不管是哪一种监 再不要姑息养奸 不要让这个农业恶霸 继续残害我们的农业环境 也请陈吉仲你松松手 让北农回到健康的环境里 好 谢谢 师位素餐恶人组 就是陈吉仲跟陈菊 站着毛坑不拉屎 建设登上去 就是陈吉仲跟陈菊 这两个师位素餐恶人组 大家知道过去有将近638天 台东的凤梨四家 没有办法出口到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地 造成农民的受创非常的严重 本来应该站在农民 来努力捍卫农民权益的陈吉仲 他无能 他刀米虫 他失位素餐 他没有作为 他放任农民教苦连天 放任农民自生自灭 没有关系 你站着毛坑不拉屎 对不对 结果呢 台东县长劳庆龄 他努力奔走 终于让我们台东的凤梨四家得以出口 竟然招来陈吉仲 致贬国阁的批评 我就要说 致贬国阁的是谁 致贬国阁就是你陈吉仲 整个农委会跟废物会一样 不只是凤梨四家 石斑鱼 莲物 我们多少水果 本来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产地 但是呢 通通现在都没办法出口了 然后我们的 陈吉仲只会 斑斑吃凤梨 斑斑吃石斑 斑斑吃莲物 斑斑吃香蕉 吃过一段时间 就放着农民死活不管 自生自灭 这样一个 没有作为无能的陈吉仲 就是我们今天 要来跟监察院来纠举 请监察院弹劾这个无能的陈吉仲 那我也要说 为什么反贪腐监察院的第二案 我们今天告陈吉仲 我们是来帮陈吉的 陈吉的监察院一岁千古 完全就是不肯帮人民办事 每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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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不办也没有关系 最多就是无能而已 可是呢 陈吉的监察院 还去清算基层公务员 清算余正皇 一样是不只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还转身华丽变成东厂 去清算基层公务员 所以我要说陈吉仲 这两个四位素餐二人组 今天拜托你们 拜托你们 你们不办正事没有关系 不要妨碍别人办正事